就是我們決賽就是烹飪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不論是做藝術還是做料理 我們其實都是從文化跟環境出發 然後希望透過飲食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飲食其實跟我們的文化和環境最有關的 飲食的口味、做的方法、排的顏色、用的食材 都是體現我們的文化跟環境 那所以希望透過飲食的角度出發 讓孩子從作畫也好 甚至於到後面動手做 來認識我們的文化跟環境 透過飲食 那這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行動本身的經過 因為就像這個決賽 它是一個親子一起煮的過程 所以也希望讓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傳承他們的口味、記憶 甚至於他們在地的食材的認識 讓孩子更知道 所以像這樣的活動 一個競賽的活動 所希望是讓大家更認識 正為在地的飲食文化跟環境